对于美联储本次降息 市场有怎样的反应 各方又是如何解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CNBC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 市场的直接反应 那么在美联储公布 货币政策决议结果 鲍威尔发表讲话之后 华尔街股市的三大股指隔夜 是全线的大幅收跌 跌幅都超过了1% 其中的道指收盘是下跌 接近334点 从具体的走势图上 更可以直观看出 美国股市在鲍威尔讲话时 是出现了明显的跳水行情 导致一度下跌500点 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则强势的回升 拉抬到最近两年的最高水平上 此外 避险和抗通胀资产黄金的价格 则下跌近1% 整体上市场波动指数 VX是大涨了15.64% 可见金融市场的波动之剧烈 那作为美联储 十多年间的首次降息 这一次的降息也是极为特殊 首先它距离上一次 美联储的加息是只有7个月 在这短短的7个月时间内 美国自身的经济基本面 并没有明显的恶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有必要用降息的方式 来刺激经济增长 在这一次的投票中呢 有两名委员是给出了反对票 鲍威尔本人也显得 不是特别的自信 而美联储对降息和提前停止 所表的解释是 全球贸易紧张和世界经济放缓 以及通胀仍低于目标水平 不过美国最有影响力的 基金大佬之一 像素资本创始人霍华德 马克思却认为 本次降息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可能失得其反 他表示如果用降息 来推迟美国经济的衰退 那么可能最终 使美国走向更为惨烈的衰退 但不论如何 美联储此前的对于降息的暗示 已经对全球市场 带来直接影响 自今年4月份以来 全球范围内 已经有超过20家央行 启动了降息 全球降息朝下 新兴市场资产 已经出现一定估值过热的迹象 而这反过来 也会施压美联储 进一步的宽松 接下来英国央行周四 如何应对 将会是我们的官网重点